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0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开始为数字人民币降温,另外一个是 强制统一必修课,国际学校大撤退 那么我们先讲这个数字人民币 博奥亚洲论坛正在进行,那么他有个分论坛叫数字支付 与数字货币 那么有两个人在上面发言引起关注,一个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叫李波,另外一个是人民银行的原来的行长 叫周小川 他们都讲到了数字人民币,那么我们把他讲的话 整理一下,那么来报告一下,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 他讲,目前数字人民币 没有在全国落地的时间表 未来要继续做好试点工作,扩大试点项目的范围 迄今为止,数字人民币的试点相当成功,这是第一,第二 要建设一套相应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来监管数字化人民币业务 那么这里面就是涉及到两件事,一个是要修改人民银行法 还有修改商业银行法 才能发行数字人民币 因为这两个法律里面是没有数字人民币这个 这个定义的 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会使让数字人民币不仅能够为国内 用户使用 也能够让国际来宾使用,同时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生态 系统的建设 包括基础设施,技术生态等,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然后他说这个数字人民币在试点过程中 当中有一些体会,就是特性 那么总共是三点,第一 数字人民币双重系统可以兼容现有的 货币和银行体系 从而确保 金融脱媒化过程的风险最小 金融脱媒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用银行系统 直接就底下就交易了,拿着现金就交易了 这是第1个,第2个 实现可控匿名 之前说这个数字人民币可以匿名 我就不相信,然后他这么说,他这么形容 所以现在叫可控匿名 可控匿名就是 多层次系统从根本上来说 对小额交易可以实现匿名性 就是 不用知道你是谁 花10块8块我就不追踪了 对大额交易可以进行追踪 其实他对每一笔交易都可以追踪 这样的设计是CBDC,就是央行数字货币 的理想特点 那当然对他来说 这是他的理想 理想状态 其实他对每一笔交易都可以追踪 第3,能够尝试一套混合体系 在不同的技术方案,在实现不同程度的偶合,我们的系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系统 这个不用管他 然后这数字化人民币的发展重点,目前主要是推进在国内的使用 好,讲国际化了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我们的目标绝不是取代美元 或者是其他国际货币,我们的目标是让市场来做出选择 是要建立一个非常扎实的国内数字人民币 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这调子不一样 中国央行加入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 货币桥的研究项目,探索不同方式实现 数字货币之间的 互相操作性 那么不急于求成的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实现这个跨境支付 然后他说加密货币 他说对于比特币,稳定币等加密货币,加密资产是投资的选项本身 是另类投资并非货币 作为投资工具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正在研究,这类投资方式应该怎样的监管 环境 要确保不会造成 严重的金融风险 对于一些稳定地 稳定币而言 如果让这样的加密资产 成为得到广泛应用的支付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规则 对比比特币的监管要更加严格 然后由私营企业发行的作为支付 货币的稳定币 必须有准银行 或者银行的监管规则进行严格的监管 他在讲一堆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周小川的话,周小川因为他已经 已经退休了,所以他的话 也重要,但没那么重要 人民银行副行长更重要,虽然他原来是行长 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他这番话其实是在为数字人民币降温 降温 避免数字人民币引起过多的关注 和猜测 这是第一,第二 数字人民币的试点 包括北京冬奥会 使用数字人民币不会停 会继续往前推 这是第二 第三,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不再提了 不再提了,不说了 也不说替代美元 取代美元这种 刺激性的口号 那么 只说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这其实是在 他其实是在降温 那么 第四,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大幅调整 中国原来是封杀下面的货币 那么包括他的交易平台 包括他的使用都是封杀 就是两个字封杀 那么现在呢是 把这个加密货币定性为 投资资产 当作一个资产 不是货币,定性就是不是货币 不是货币那就可以存在 如果是货币就不能存在 其实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中国是怎么考虑这件事情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调整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避免刺激美国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个 数字人民币引起了关注 那么引起关注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美国特别是美联储 美联储的反应 开始发生了变化,美联储原来是 我们要研究 其实美联储没兴趣 没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美联储没兴趣的原因是因为 华尔街没兴趣 华尔街没兴趣美联储就没兴趣,因为你要知道如果华尔街对数字美元没兴趣的话 美联储 搞也没有用 所以 但是现在美联储的态度在改变 态度在改变 那么 这是一个,所以中国开始降温,降温就是避免刺激美联储 或者是避免刺激美国 因为数字美元,因为很简单,中国一点都不希望数字美元 这么快出来 最好是 人民币跑了三五年之后 美国人突然觉得,哎呀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挺有用的 我们是不是也来搞 再研究个三五年 再搞个三五年 十年之后 数字美元才 才出面试 中国就 就爽了,中国最希望的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但是 这个情况是 人民币刺激了美国 所以美国在开始,现在在开始考虑数字美元这件事情 这是一块,这是一块,第二块 就是 由于数字人民币这件事情 推动了什么 推动了大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 人民币只要谈国际化 大家都会关注一个焦点 就是人民币是不是想替代美元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叫非常的政治化 你看拜登政府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只要他推的政策 他就拿中国来说事 基建你们不批是吧 基建你不批,你看看中国 中国的基建搞成什么样子 数字美元也是一样 你还不搞数字美元是吧,你看看中国的数字人民币 你再不搞数字美元的话 数字人民币就会替代美元 就会把美元的地位削弱 当然这种描述其实是一种 政治化的描述 但是政治化的描述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美国会加快,特别是美联储,美联储就会加快 推动数字美元 这是中国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就在为什么 为这个数字人民币降温 至少 压着划水 嘴上不说,脚底下使劲就好了 中国的思路是这样的思路 我们再看看周小川怎么说 他说,周小川说 发展数字人民币最初的考虑并不是为了人民币国际化 而是为了更方便的给大众提供支付 这是真的 周小川没有说错 最早 数字人民币就是为了解决支付问题 为什么要解决支付问题 因为有支付宝 因为有什么 因为有微信支付 但是人民币数字人民币,没有数字人民币只能依靠第3方支付 那么第3方支付一出来 一垄断市场就等于在人民银行的这个 水管子前面加了个水龙头 人民银行当然觉得不高兴 我得搞自己的数字货币 是这么来的,所以他说的没有错 我们初中不是让人民币国际化 然后数字人民币肯定会给跨境支付带来方便 但这并不是初始动机 因为跨境支付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货币主权的问题 那么 中国有很大的零售市场,又是10亿人 14亿人 所以大家希望 这个方面走向的是更方便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支付系统 所以呢 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 都应该跟实体经济密切结合 周小川这句话倒是 很实在 数字人民币最早 他是数字人民币的 设计者 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 就是周小川设立的 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是 是绝对有权威的,就是当初数字人民币的这个初衷 就是为解决支付问题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看看美国到底搞不搞数字美元 中国呢就以为 美国要搞 美元,数字美元 就要看美联储 其实这是不了解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情况 推动数字美元的不是美联储 是华尔街 为什么 美国的金融在华尔街 数字美元最大的用户是谁 就是华尔街 那么华尔街现在正在逐渐意识到 金融市场 将出现 即将出现的巨大的颠覆来自什么 来自数字货币 华尔街现在开始关注数字货币 华尔街一开始关注数字货币他就发现,发现什么 发现数字货币 带来这种颠覆性的力量 对整个的金融 金融产业 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华尔街开始慢慢的关注这些事情 他现在开始觉得什么呢 觉得数字货币未来的前景 他觉得这个前景会很大 有很 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他甚至把数字美元跟什么 跟这个比特币跟这个以太坊 相提并论,他觉得有意思 来劲 然后这个花旗集团 花旗集团报告是这么说,他说 迈向数字货币2.0的竞赛已经开始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新的太空竞赛 或者是数字货币冷战 在我们看来,这不一定是一场零和游戏 整个数字市场 有巨大的 增长空间 然而至少从表面上来看 这是一场竞赛 而 中国被认为是什么 被领先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 到目前为止很多金融 华尔街的机构认为 数字人民币已经面世了 他们觉得中国已经领先了 所以你可以看华尔街的心态 他这么说 他说中国拥有的优势 可能会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所以其实 美国人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松弛 其实美国人对 美元的地位这种紧张程度是超过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他吃这碗饭 所以你看他上来就说 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马上想到就是 人民币可能会削弱美元的这种 储备 储备货币的定位 尽管 中国表示这不是他的目标 但 美国银行的报告说 发行数字美元会使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 保持极强的竞争力 这话绝对是正确 数字美元要出来 美元的地位会大幅扩张 会大幅扩张 因为 数字货币会强化他的 货币地位 就是 强者会更强 弱者 就会被强者挤得更弱 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我看一下 美联储现在正在跟麻省理工MIT合作一个联合项目评估 数字美元的有效性 不过现在美联储还没有表态 就是到底怎么干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最新的表态是这样你必须做出许多 微妙而艰巨的 艰难的政策选择 和设计选择 那么 然后就是银行政策研究所 他的CEO在他的工作文件中说 传统银行体系可能会消亡 就说点猛话 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巨大,除非 中央银行也承担 贷款责任或者成为银行的常规资源 常规资金的来源,美联储的谨慎态度跟欧洲央行 更为 仓促的行动形成 鲜明的对比 结论 我来评价一下 中美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对抗 毫无疑问 会最终发生在哪个领域,在货币领域 某个程度上来说 货币领域 才是真正出结果的战场 就是不论是美元 还是人民币 中美之间的对抗,我们讲经济上的对抗也好,讲政治上的对抗也好 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时间点,它会落到货币上来 只要落到货币上 货币是什么 货币是两个经济体的 竞争力的 集中表现 就是 你这个国家,你这个经济体,你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反映在哪里 就反映在货币上 你这个经济体竞争力不强,你的货币就没有竞争力 不是说汇率高就是竞争力强,不是的 什么叫竞争力 一个货币的竞争力反映在什么地方 反映在 你到底会不被大家接受,会不会被市场接受 美国的美元 作为储备货币占有90%的市场 作为交易货币占有60%的市场,所以美元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货币 这就是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就在这上面反映出来 中国是不可 不可兑换的货币 所以他的反映 他的经济体的竞争力也反映在这方面 那么 美国现在改变 美国改变数字美元的态度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对抗的态度 就是对美国来说,他觉得 他最初的态度是基于什么 他最初的态度 基于 美国人觉得 你数字人民币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用,你货币都没有自可自由兑换 你搞数字人民币有什么用,没什么用 没有太大的帮助 就算你说人民币国际化 你先解决自由兑换的问题,你连自由兑换的问题没解决,人民币怎么可能 国际化 就是因为他变成数字货币吗 不可能 这是对这个判断并没有错 但是 这个判断是基于 纯金融学理论 的基础上的判断 但是当他把这个 把这件事情 转换成为中美对抗的时候 这个看法就不一样 为什么 我不仅仅要守 美国在看待数字美元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看待他有没有市场需求的问题 他现在看的 数字美元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有力 非常厉害的金融工具 他是个金融杠杆 当他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 什么 当美国在推动数字美元的时候 其他的国家就开始发抖了 特别是对那些 还没有进入这个自由兑换的货币来说,那抖得更厉害 其中有一个是谁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中国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一看 数字美元的场景就完全不同 他的数字美元的场景完全不同 你就可以看到 华尔街突然就感兴趣了 华尔街原来感兴趣,一点都不感兴趣 为什么 数字美元是什么鬼 跟我现在挣钱有什么关系 他不考虑这件事情 当他变成一个进攻的工具的时候 华尔街什么,华尔街的特征是什么 是血 闻着血的味道他就去了,那就兴奋了 华尔街现在就开始兴奋了 他闻到了血腥味 闻到了来自数字美元的血腥味 所以 华尔街就开始期待数字美元 华尔街开始期待数字美元就变成什么 变成了美联储的动力 你看吧,你往后看你就知道 美联储对数字美元的兴趣越来越大,而且他会越来越 积极的推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真正的 真章 就会慢慢的 揭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银行开始给 数字人民币降温的原因 当然他底下还会做 但是说就不会这么说 但是他不说没有用 他现在全部兼臂亲也都没有用,为什么 美国这边的火给搓起来了 美国现在搓起来之后,媒体不会放过这件事情 媒体会天天谈这件事情 媒体一谈这个事情,华尔街那边又在想这个事情,美联储会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 中国把 把这个钟一敲 他本来跑到最前面,把钟一敲,然后把牛一吹 就把全世界都叫醒了 叫醒了之后他发现,他跑不赢别人 这就是问题了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 真正的 方向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那么多,就不再讲 我们就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国际学校 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4月17号这份报道 其实我昨天就想讲,但是昨天因为题目很多 我们就没来得及讲,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下 今年3月份这个中国教育部向双语私校 发了一个指导方针 要求这些学校只要你招了 中国的学生 中国籍的学生 主要是中国籍的学生 那么就必须遵守 遵守这个教育部规定的 开设全国统一必修课程 那这主要是这些私政课啊这些这类洗脑的课程 那么受影响的是什么 受影响的一方面是私校 另外一方面是国际学校 那么有一些国际学校现在开始准备撤出中国市场 我就不讲私校,因为私校这一块呢基本上 中国的私校也不大抗拒 这个 所谓的全国统一必修课 不是特别抗拒 真正抗拒的是谁 国际学校 那么最初的国际学校是在中国开设,最初国际学校是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时有很多外国专家 有些外国人或者是外商跑到中国去 投资建厂 那么他们老婆孩子跟着一起去 然后就有什么呢,有需求 有需求,那就 很早,其实很早 七八十年代就开始有国际学校在中国 比如说像深圳啊广州啊,像北京啊上海啊就有 几经,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国际学校 就是 美国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 就是 设国际学校 就是让所有的外籍的孩子都可以在国际学校上上学 那么 英国的教育机构比较多 那么大概是这样,2019年中国 境内有超过30家独立 学校品牌在运营,30个品牌 那么去年就新增了14家 那么今年,未来几年还增加40家 国际学校其实这些年发展的非常的快 原因是什么 原因有两个 第1个需求非常的旺盛 第2个 真的很贵,很挣钱 这两个原因,就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 国际学校 非速的发展 那么但是由于国际学校发展的数量非常的快 扩张得非常大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国际生不够 因为你想一下 在当地外籍的孩子 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这是第1个,第2个 现在的国际学校 特别是新开的国际学校,全部都是贵族学校 甚至有些国际生都上不起 很贵,非常贵 那么几十万一年,有的是几十万一年,还有的要交那个什么赞助费 都是贵族学校的级别 那么后来的情况是什么,那没有办法,这些国际学校你打开以后 没有那些外国的学生,那怎么办 那就开始招收什么呢 招收本地学生 本地学生就是中国籍的学生 他其实原来有个要求,就是双飞 就是 这个孩子不能是 不能是中国籍 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其实在 十年前 中国很多家长跑到国外,香港啊 国外去生孩子 孩子是拿的是外国籍 但是父母是中国籍 他现在是增加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孩子不能是中国籍 然后父母两个都不许 不能是中国籍 你才能去国籍学校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就是 这国际学校没办法,因为他招不够学生 他就开放,开放就放宽这个要求 就是 父母不是中国籍 也可以 那么后来都到什么地步呢,但有些国际学校根本就 不管这件事情 那么大量的中国的学生 在国际学校上学 他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招了 只要你招了 中国学生 你就必须 上这个统一的这个课程 叫全国统一必修课 统一必修课,就是你这学校只要有 这个 这个叫什么,只要有这个中国学生 你就必须开这个课 那 那结果,这个结果就会导致两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什么 第一个影响就是 有些国际学校就我就不干了 我就不干了 因为我还是要有我的牌子 不能砸了我的牌子 你想一下 统一 如果要在他的学校里上这个 统一必修课 那他招牌就不好办了 帮中共去洗脑 那怎么行,所以有些学校就开始撤 我就不干 因为 那么还有一些学校是什么 还有些学校就,我就不要那些中国的学生 就是中国学生就离开 我全部都是外籍学生 全 你全部都是外籍学生,他不要,他不要求你 你就 上你的 美国的学校上美国的教材,英国的学校上英国的教材,我不管你 但是你,但凡你有中国学生,你就得必须上这个课 就是追着中国的孩子 必须把他的孩子 把他的脑给洗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有些学校呢,如果他让中国的孩子离开的话,中国籍的孩子离开 中国籍的学生离开 这学校就不用办了 因为他本身没有几个大 没有几个中国孩子 所以 有一些学校呢 就是 底气足的 有传统,有声援,他的声援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外籍孩子,那就让 中国籍的孩子离开 那么有一些 他 中国籍的孩子为主 中国籍的孩子为主的学校,那可能他就撤离了 就不能在那干了 大概是一个这样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那么有些会迁到越南 甚至迁到非洲都有 那么 那个泰伍士报,泰伍士报它说 他说这个 从长远来看 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谁 中国的孩子 本来呢,国际学校是中国中产家庭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被洗脑 我就让他去国际学校 但现在国际学校 只要你是中国籍,你就没有办法选择 当然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在学校里面 都在开一个课程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开这个课,开了 37个 去年秋天开始 37所高校开始开 现在就是全面的,从幼儿园 一直到高校 一条龙洗脑 洗脑课程 全覆盖 不遗漏 这件事情 不可避免 大概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 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就不展开讲 我还是把时间留给 把时间留给大家吧,好吧 那数字人民币这件事情 也是很受关注,特别是美国,美国很关注数字人民币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点政治化因素在这里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总结一下,第1个中国正在为 数字人民币降温避免刺激,过多的刺激美国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正在 把手伸向国际学校,有些国际学校开始撤退 为什么,因为他要求他 统一课程 强制统一必修课 所以有些学校开始撤退 有些学校开始 就是让中国籍的学生离开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鸣谢 谢谢 提问,现在国际转账 用到的Swift协议 主权国家都是可以监管的,是因为,因为只能通过银行使用 如果推出数字美元,普通人 都能随便申请账号使用 确实很方便 方便国际转账 但是谁来监管洗钱 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 币种 国家怎么进行外汇管制 如果完全是美国监管,其他国家的主权怎么相信 你这个问题我真的是没看懂 国际转账用到Swift协议 这个没错 主权国家都是可以监管 你说的是什么 但只能通过银行使用,我没有看懂你,我没看懂你这段话 你到底问什么 你的问题你重新再问一下行吗 我没看懂你的问题是什么,监管洗钱 监管洗钱一直是银行在做啊 谁来监管洗钱 没有人监管,就是银行在做这件事情啊,银行 它有一个小组 任何一个银行都有个小组 对他银行里面的这些账号进行 数据分析啊 看有没有洗钱呢 因为没有人监管 这件事情只能银行来做 没有别的 然后你自己去申报呗 当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问你 你这笔钱是干什么的,你账上突然来了5万美金 你能告诉我你这个钱是干什么,从哪里来的吗 他就打电话问你 所以这件事情 全世界任何一个银行 他如果要去做工作的话 都是银行在做 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跟Swift协议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Swift协议它只是一个 它只是个电门系统 Swift只是个电门系统 所以这个电门系统是帮助大家 形成一个标准的汇款模式 这个很重要 但是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说监管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监管是什么意思 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 团队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去问你 所以 外汇管制就是批准了 什么叫外汇管制,外汇管制就是 当你在把本国货币 兑换成外汇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申请 程序就是 你要向外汇管理局 提出申请 我要买 外汇 然后外汇管理局看,你告诉我你的凭证是什么 是个合法交易,合法交易是什么,你给我看一下你 你有什么单据 看完之后,啪,盖个章 然后银行看到这个章子就帮你换钱 换完钱就会汇走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外汇管制 这跟Swift没有关系 跟美国也没有关系 观点,美国推行数字美元在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 关键在于对整个国家利益的影响 并且谨慎全面考量 稳步实施 做到稳扎稳打,出手必赢 观点 新疆棉花和国际学校问题如出一辙 CCP一贯不解决根本问题,即人权或教育 只解决说问题的 说法问题 即制裁品牌或统一课本 CCP是既带着恶意,治理水平又低 可以想见 接下来代言明星、纺织公司、学校、学生 都会陷入新的内卷 因为内卷的根本原因是正式禁止去外面 所以只好向内 这个推理不难理解 近年来内卷一次走红,正是习反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OK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已经有几年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在哪里 其实大家没有留意到 最大的变化其实是2017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的年底 就是开始收幼儿园 全国开始收幼儿园,把幼儿园收掉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私立幼儿园,因为全中国幼儿园不足 原来公立的幼儿园非常不足 非常的不足呢,为什么,因为它在 城市化 不断的推进城市化,推进城市化的结果就是 城市人口越来越多 城市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呢它配套的幼儿园不足 配套幼儿园不足,后果是什么 就是幼儿园 就私立幼儿园就开始慢慢的 就越来越多 然后他把私立幼儿园批准的门槛弄得很高 私立幼儿园辛辛苦苦就爬进去付出很大的代价 有的要送100万甚至200万,你才能开一个私立幼儿园 所以私立幼儿园的成本那么高,他只能搞成贵族幼儿园 贵族幼儿园他就说你这个幼儿园搞的贵族化不行 不符合我们老百姓的需要 他以此为理由呢,他就开始收编这些 幼儿园 其实从2017年2018年就开始做这些动作 所以中国很多 投资幼儿园的这些投资者 血本无归 这个数以千万计 百万计吧,千万计没那么多 百万计都有了 这是一个上千亿的资产 就在这场运动当中就化为无有 其实中共 就是中共现在就是碰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就毁掉 然后他怎么去消灭他的就是规定 你不能够收贵族 你不能收很多的 学费不能收太高 就定出这个收费标准来 你收费标准,我投了500万进去 你让我一个孩子收2000块钱 我怎么回本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 所以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从这个幼儿园可以看到 他把幼儿园收回来就开始从幼儿园开始洗脑 其实讲到底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所以共产党做这些事情 真的是伤天害地 情绪太心塞了,孩子小学 本来打算上中学的时候送去国际学校 情况,我朋友的小孩是中国籍 在广州上国际学校 小学学费一年二十几万 每年还涨一两万,疫情期间无法开课 改上网课,学费又涨两万 情况,北京国际学校 ISB 在80年代初有五个英国学校的大使馆创立 我的女儿是最早的学生 那时候校址借用在九仙桥的利都饭店,那我知道 我知道利都饭店 后来国务院批准在顺意的一块地 成立了现在的校址 2001年我再度回北京创业,我的儿子就毕业于ISB 然后他 和他的姐姐一样顺利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哦这是个好学校 芝加哥大学很好,很棒 恭喜你 观点,网友不要太心塞 孩子在学校如果上什么政治课固然不好 但是家长可以有言传身教去影响 另外暑假送到国外参加夏令营 这样他的视野开阔也不会受影响 是的 其实也不必太过 太过紧张,有些事情 家长用心呢,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 也 不完全是 没有选择 情况 国内亲戚的孩子从小就上国际学校,现在美国上大学 还是洗脑洗得一塌糊涂 和美国长大的孩子境界完全不同 每年二三十万的学费白费 也不一样 有些家长不是那么在意 所以这件事情 不完全是 当然我觉得有些国际学校很好,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孩子不会受影响,完全没有受影响的可能 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方面内容 而且相对环境比较 比较纯净吧,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什么例子 我女儿的国际学校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不送礼 不送礼 那你知道在国内,逢年过节都要给孩子办主任送礼 那什么 什么妇女节,教师节那都要送礼 他们学校是不能送礼 所以我们是从来不送礼 大家知道 他们班上没有班干部 没有国内的这些规则 所以他们的生活的环境跟国内还是不一样 所以 也要看,国际学校也要看 所以谨慎的选择学校 很重要 情况,上海2015年就开始针对双语四校 统一教程的要求了 情况,我家孩子以前就读国际学校,政策上一直都是 受外籍的学生,但有一段时间放开了,中国籍的孩子来读 那段时间很宽松 但两年时间就叫停,现在学校 做什么活动都要政府监督 请什么人到学校做演讲 都要他们批准 以前的国际家庭日,台湾香港都是独立一个组 后来收编在中国一个组 学校给的解释是政府规定 总之对学校的规定越来越多,好在我们 我们家孩子毕业了 观点,我是跑到墙外 自己看了很多书,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和听演讲 才发现中国中学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 写的全是谎言 而且是系统性的谎言 一切就是为了说明中共掌权 是天命所归 若不是带着深深的恶意,是不会编出 如此系统性的谎言的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情况,环球时报这个新闻我看到 民调说这个认为中国和西方平起平坐的年轻人上升到42 厌恶轻视西方的受访者 上升到41.7% 受访的中国年轻人被问及 中国在哪些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西方国家时 60%的受访者认为是社会治安 这非常搞笑 57的受访者回答人权的珍重 这洗脑洗的够彻底 53%选择历史文化 在五年的时间里,从仰视西方转为平视西方的受访者中 超过八成将中国在防疫 防控疫情中的表现列为中国平视西方的 代表性事件 OK 华球时报喜欢发这种东西 顺便帮你洗脑 情况 现在上海那边很多中产家庭都送小孩去马来西亚 槟城留学 学费便宜很多 也有一些中产家庭带孩子去泰国清麦上国际学校 学费和生活成本都要低很多 是的,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 清麦 清麦有国际学校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观点,经常有人和我说,学校洗脑没关系,只要看家长怎么教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同样重要 而且不能相互替代,学校教育烂掉 家庭教育是没有办法掰回来的 那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他绝望吗 那也不行吧 那是啊,学校如果天天再给你洗脑 那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是在国际学校,我觉得还是好吧 总比在 公校要强吧 你说是不是,我们只能这样安慰一下 会有影响了 但是影响有多大,我们还不能 不能完全的说 这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有些国际学校 看他怎么操作 不完全是没有空间 观点,学校的洗脑是可以分辨,但是生活中的洗脑的确是根深蒂固 比如把愚昧 淡化成 淡化成什么,把弱智美化成 萌萌宝宝,把善良污蔑成圣无表 把城市污蔑成直男 把不讲人性包装成不讲武德 把服从包装成听话,懂事的态度 这个很对 情况 孩子今年六年级,考上本校的剑桥初中 但是原来的香港老校长被迫辞职了 来了位重庆的女校长 言辞铿锵向央视的主持人 感觉不值得每年20多万的学费,我们准备转学,OK 观点,有个词叫做平庸之恶 对真,对于真 还是假,没有兴趣 感觉中国人多数是这种,你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希特勒资本主义,跟我无关 非常正确 情况,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教毛盖就推居二线的校长 一天到晚 就在催自己的丰功伟绩 外加去英国公费考察的建委 底下一个系的学生基本上都在睡觉,玩手机 从教的到学的,没人把这课当回事 反正都知道这课没人会挂科 情况,浙江国际学校招生困难 无故解聘外籍老师 的情况普遍 恶性竞争 并归咎于区教育局管理 没有完全自主招生的权利 观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学校的力量比家庭大 因为学生群体会形成一个 意识共同体,一旦融入就不易脱离 很对 很对 情绪,昨天和父母聊 国内对于思想言论的高压控制 我说这是个吃人的社会 但母亲却觉得我思想极端,说 当我说到前段时间自杀的货车司机 母亲 指责我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事情 不需要我在这个 在给别人发声,甚至 说 想不到到头来培养出一个许可心 许可心 不能有同理心,不能过多的谈论言论 敏感事件 不能说国家不好 我对母亲说的话感到后背发凉 连身边的亲人都被洗得如此彻底 仿佛我是一个异端的人一样 那些在国内保持清醒的人会更加的艰难和痛苦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父母生活在国内 他被共产党洗脑洗了几十年 当然你已经有一些新的看法 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选择 但是你不要去刺激他,他是你的妈妈 你是爱他的 你爱他你要为他好 你为他好不是说你继续帮他去洗脑 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宽容 我们要宽容,宽容你的父母 因为他没有条件让他 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且他生活在国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不要苛责自己的父母 给他一些宽容 然后给他一些空间 你也不要去特地去刺激他 你有想法 你自己留着就好 你一看他的那种反应,就不要再跟他说了 好不好,这样的话避免一些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 因为你并不能改变他 如果你知道这个结果的话,你再去刺激他没有意义 好不好 我是这么觉得 你参考一下 观点,就昨天的新西兰的话题,我认为新西兰总理 就是个机会主义者 西西兰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就是火中取利的行为 我同意 情况,我家孩子 今年小五 最近有时候就回来经常问我 问我老师说的,这是不是真的 那是不是真的 书本上讲的这是真的吗,那个是真的吗,哈哈我觉得我们家小孩这么小 就能质疑他们讲的话,可见他们洗脑的产品多么的假 观点,要逃避系统性洗脑成本高 不划算 困难 难度高,因为在正常的时间里 别人的小孩都在正常的学习 你的小孩却在被洗脑 然后你还要去纠正 我看资料,加州小学在引入批判性思维 小孩从小就具备反洗脑能力 大家看自身多少岁才具备这种思维 我们的同龄人 还有很多根本不会思考这些 看看朋友圈他们发的岁月静好就知道 我自己的感觉 怎么说呢 我经常被女儿纠正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错误的 错误的看法,就是 资料错误啊 有一些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说我牛奶不耐受 他就会问我,你牛奶不耐受什么意思,我说我牛奶不耐受就是我喝牛奶 我就会觉得有饱腹感 他说是这样吗,他说是,你会不会呕吐,我说不会呕吐 不会呕吐你可以喝,他说那你吃起司呢 我说吃起司我没有事啊 我可以吃起司,但没有这种感觉 他说理论上来说应该 你吃牛奶 会有这种感觉,你吃起司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可以试一下,你可能不是,你只是 你只是不喜欢喝牛奶而已,你就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吃起司没有,那么理论上你应该喝牛奶也不会 我今天我准备试一下我喝牛奶,看看是不是我自己的误解 他会有自己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一个小孩子 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在建立,慢慢的建立他的知识体系 和他的判断的方式 或者是他的自己的方法论 那么他有一些知识体系正在建立 然后他的方法论也慢慢的在形成 他就会不断的形成自己的判断 在他形成不断的判断的时候呢 他就会对一件事情发表意见 那么我们就要尊重他发表的意见,鼓励他发表他的意见 和看法 他就会形成 我们不完全说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就是 他要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能力,这是最重要 观点,如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分别教育的世界观 价值观不一样的话,孩子有可能产生混乱 我觉得应该担心被洗脑的问题,但是 我们现在还不是没有被洗脑 所以我们要抱有希望 家庭教育中多教孩子去独立思考 让他们自己去想前因后果 家长只是 尽量的做引导,不给标准答案 他们会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很对 情况很多国际私校 收了很多富人的子女后就成了贵族学校 学校在里面容易攀比 像北京顺义那个国际学校,很多明星的孩子在里头 他们都是自己一个小圈子玩 最后很多老外的孩子反而不去那个学校,因为风气 风气不太好 十年来 十来年前有年寒假 组织学生活组织活动 从北京去瑞士滑雪六天,一人八万 所以那些孩子,那些学校的孩子从未 认真 也未必真的能够融入到国外的环境里 中产的家庭进去对孩子心理压力也挺大 我觉得我们那个学校就挺好 那个学校 我们看到过 你这个学校开了各种各样的车 从卡焰 宾利一直到QQ 全部都有,各种各种车都有 这就很好 里面全是卡焰宾利 那这个学校就是贵族学校 反正我就觉得 可能得真去真的国际学校 不是那种假的,就是 就说刚才讲的这种贵族学校我就觉得 不能去 那个地方风气太差 情况,90后从小到博士都是在国内受的教育 由于所学专业限制 民族音乐 所以无法出国留学 17年拿到绿卡,在美国生活 弥补了没有出国留学的遗憾 其实读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被洗脑的感觉 即便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院长是彭丽媛 真正有强烈的感觉,其实是因为我读博的孩子 前年邀请他们全家到美国旅行 他儿子居然说美国人民太坏,政府太坏,我有些震惊 可是211 这可是211985高校博导的孩子 而且就读于人大负重 这跟 还是那句话,这跟他的 这跟他的 学习,他的学历 跟他的知识没有关系 洗不洗脑这件事情 不是说你的知识很多,你就会不被洗脑,不是的 一样的 控制你的信息源 不断的告诉你一个结果,单一的信息结果 时间一下来没有人可以抵抗 真的是这样 除非你看开发了新的信息源 看到了不同的信息 看到了不同的评价体系 你才会对这件事情产生质疑 如果你永远在一个单一的信息源 你接收的只有单一的信息源 只有单一的评价体系 任何人都会被洗脑 跟这个人的学历没有关系 情况,我是日籍华人,2011年因为工作原因派去中国,希望孩子学中文 就读了当地省级重点小学 311时,学校一片欢呼日本地震海啸,从老师到学生 这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这样 你别说211,911的时候 你看看中国是什么情况 情况,泰国曼谷很多国内学生家长把国内的那一套带出来给老师送礼 被学校约谈 观点,当你生活的社会所有的资讯,所有的事情,工作,新闻交际,环境都是洗脑过滤的信息 一般人很难保持理性清醒 除非被强拆这种 或者是高智商人群还有批判思维 然而这些人是1%而已,跟高智商没有关系 再高的智商一样被洗掉 除非你遇到一件事情 比如说 强拆 比如说你去 医院被人宰一把 你大概会 很痛很痛的那种 就是你被这个社会 割了一把韭菜 就发现哦原来我是韭菜,你才明白 很多人是这样 很多人的明白是从哪里开始,就是那个韭菜割一把 就知道 观点,真正的国际学校不会撤出 他们会适时改变策略 严格只收外国学生,中国学生一个不收 如果他很少的话,他没办法办下去了 情报,国内很多短视频平台开始封杀各种炫富视频了 仅限于那些毫无意义,单纯就是炫富那种 王老师你觉得这是对还是错 炫富,中国人对炫富没有意见 中国 不反感炫富 中国人不反感炫富 中国人反感的是什么 假炫富 明明是没有钱 还搞得好像很有钱的,中国人最愤怒的是这个 所以炫富 中国人不炫富,你明明是有量 这个保时捷,那你就炫就好了,没问题啊 就站着别人的保时捷那拍照,就是让中国人最生气的这种人 这种人在生气 所以对还是错 我没觉得对还是错 你爱炫就炫呗 关键不是炫富的那个人 关键是 平台推不推这些炫富的视频 后头其实 后头是一套算法 中国人爱看炫富,那你就让他看 中国人不爱看炫富,那自然就不会看 所以跟这件事情是对是错没有关系 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 情况 表弟 表弟家女儿在上海 上托儿所,前天学校让孩子带回一张疫苗宣传资料 用123级小卫士对应家长打过123级疫苗 家长必须填并且反馈 表弟对国内国产疫苗没信心一直没打 也躲着聚委会软磨硬炮 一边怕孩子在学校因为这件事情被孤立 一边吐槽 用4岁的孩子要挟大人 想起王生说的中国人都是政策工具 真是一点都不假 提问娱乐行业,请问王先生我发现 现在欺骗领导比讲真话更好混 更容易 只是 是只有我遇到这种可笑的环境吗 不是 全中国都是这样 全中国都是这样 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讲讲话才好混 你讲真话 讲真话你混不下去 所以我就讲 当你发现 当你发现做好人 很困难,做坏人才容易的时候 你就要离开那个地方 除非你是个坏人 你说呢 观点在学校大声朗读课文,声音越大越能获得认同 而五毛正式利用这点对海外华人进行舆论控制 那些铺天盖地的空洞口号很明显是五毛在引导舆论 让海外华人沉浸在自嗨的模式下无法自拔 他们以为声音越大越能改变一些什么 所以他们宁愿喊口号 也不愿意真正独立思考OK 王老师有一个历史偶然性 和您之间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历史事件 从事实描述的角度看 是可以理解为偶然性,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很多历史偶然事件背后是建立 这个民族秉性价值判断之上 通过时间的积累得到最终的爆发 观察中国历史现象 依然是王朝更迭 我认为背后就是中国群众的长期历史观造成 改变也是需要长期的改变 我不同意 但是 但是我没办法用一句话反驳 如果我们的历史是由心理学构成的话 那些血淋淋的事情 不能够得到证实 提问,王老师能够分享一下你女儿课外都上什么其他的课程吗 他现在是这样 运动 主体 主要是运动 网球 棒球 体操,体操是他自己要的 棒球他已经打了好多年 网球是我要的,我希望他打网球 因为他需要一些 有技巧,然后又能够 自己能够发展的一个运动 网球是我 期望 但是我没有给他施加压力 所以运动就这三样 然后就是小提琴 小提琴也是有年头了 画画 画画是他自己喜欢的 很多网友看过他的画 他画画是有点 有点强 然后是国际象棋是来这里 来这里看到别人下他自己感兴趣 后来主要是看了一部电影叫那个 叫什么电影啊,叫什么异后后裔啊 那部电影跟我一起看,看完之后大家学国际象棋 然后我们就最后报了个班,结果老师跑到我们家里跟其他的孩子一起上 然后就是他在我们旁边有个学校 上几个课,一个是阅读课 阅读课是他跟另外一个孩子一起上阅读课,英语阅读课 主要是看书 就是老师带他们看书 一个是数学 数学他在上,上数学 他的数学 因为那个学校的老师很喜欢他 觉得他应该去进行 参加数学比赛 一个是数学,一个是阅读,就这些 蛮多的,其实 我觉得太多了 但是好像也砍不掉 基本上就这样 都是他要的 基本上都是他自己要的,我们的原则就是 他得哭着喊着 要上的课 你不能够随便,你必须承诺 你开始了就不能停 你保证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下次再要去开课不行 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你必须 你必须保证 你开始了就不能停,我们唯一停的课是什么 芭蕾 芭蕾他上了三年 三年芭蕾课 然后后来他不肯上 不肯上 最后就 就算了 最后就这样 这几天所谈的学历和洗脑以及对中共认知度的关系 你们看台湾的马英九就知道,哈佛法学院 学历够高了吧,但 但对中共的认知正确度 完全像个老粉红 提问 王老师可以讲讲中国医生曝光医院肝 癌症治疗黑幕的事情吗 新华社又出来演戏 感觉把责任给推给某些坏医生 我们今天不谈吧,我们找个时间,完整的时间谈,因为时间不够了 好不好 今天就讲两句话没意思 我以前在网站的时候 我们做过系列专辑 就是讲医院 讲中国的医院 中国的医院是什么 中国的医院就是吸血鬼 中国的医院就是吸血鬼 他是系统性的 对中国的病人进行盘剥 系统性的盘剥 非常可怕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找时间说吧,好吗 观点,按网友的说法,小孩在国内只能当两面人 因为系统性洗脑,包括考试 是不会给你独立思考空间的 老师如果发现小孩想法太多,他也会找家长谈话 比如历史老师发现你的小孩一直在质疑他的讲法 你的小孩会在这个系统里显得太个性化,压力也大 个体怎么对抗系统呢,所以 有条件还是送 从小送孩子去国外读书,也会学会在自由世界里生存 很多太迟出国的孩子 比如大学才出去的,不少都还是回国了 大概率是没有办法适应自由世界的规则 观点 国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自然大量的教学是宣传教育 这是现实,也不用抱怨 现在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 多了解不同的观点 观念,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就不会被洗脑 OK 观点 听王老师一年多,受益良多,除了思想观念 和老师近似,现在越来越欣赏老师的文字功底 用词特别准确 是记者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 幸运发现了王老师的频道 谢谢 鸣谢 谢谢 每天的精神食粮,时间到了就自动会听 谢谢 谢谢老师的和网友的陪伴 谢谢 情况,特斯拉女车主维权事件继续发酵 新华社出来定调,估计要拿外企开刀,那个车主维权的全过程 本身存在诸多疑点 现场视频感觉是按照剧本在演戏一样 有人在背后安排 你可以看一下,新华社 只对付两种企业 一种就是外企 一种就是私企 从来不对付国企 所以 特斯拉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我没有看到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就觉得新华社最让人可疑的是 他从来不找国企的麻烦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